好,我们看一下轴承表 我们先打开这个轴承表 直径30 内径30 好,然后呢 币后要厚一点 不要很薄 因为我们这个是带前重型的 所以我们 他的一个 我们叫外径 外径我们要选择中等类型 好,外径充分类型 6 12 62 62.6的这种 30 62 好 接下来他的厚度是多少 16 是不是厚度 厚度是16 36 16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 在这个装配体里面 把这个改一下 怎么改呢 先测量一下 他这个是多少 这个能不能放 62 这是73 我们把这个挖穿它 好,切除 62 完全换穿 然后呢 切除完全换穿 大家把这个放进去 你发现这个后度是蛮薄了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个圆再搞大一点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拉伸的东西 拉伸 然后把这个拉伸的起进大的改大一点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拉伸到 一面 拉伸到这一面 OK 好 把两个呢 方向互换一下 这样子呢 它就变空了 看到没有 我们就要把顺序 拖一下 大家看清楚啊 只要把这个顺序拖到这个上面 那么这样呢 它就 一个在后 那么它就会直接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呢 厚度是16 我们要双侧 双侧 所以这个加起来 至少要32 至少要32 我们要加个40 也就是说 它总宽度 我们要40 最好呢 是两侧对称 所以我们 看一下 这里是多少 这里到这里距离是19.3 把这个 拉伸到这个 重新搞 拉伸到 编辑特征 拉伸到那一面之后 方向二 我们再得到多少 19.3 也就是 40.19.3 20.7 OK 这样呢 我们来 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 好的 然后大家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就被 对 错误 卡线 然后 刷了 就可以了 好 把它做好之后 然后我们在两侧进行的切除 这里是62 是62 那中间这里就是32 中间是32 那我们这62 那我们这62就不要急着切了 这个62 算了算了 62 是错的 中间应该是30 这个错了 这个我们先刷掉它 我们要急着搞 先把这个切除的这个应该改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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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考虑到它两侧多了 所以35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轴承上面它的外侧要滑动了 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这里切除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62 62 62的时候呢 我们要往里进去减16 这边呢 也要减16 好 这样子呢 就做一个 升高就车车 放进去 然后这点方式 然后我们就要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之后 关掉它 然后呢 再接下来我们再插入 我们想要的这个 链轮 这是链条 链条和链轮要 链条和链轮要重新做一个设计 先把它删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存在于一个 存在于一个 配合方便的问题 所以文件 所以文件 这个 放进来 再插入过来 再插入一个 很实的 稍微过来之后 哇 真不好啊 这按道理件能不应该 因为它导出来是这样 我们也没办法 本来它可以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它大概的位置 现在好像不知道它大概的位置 现在好像不知道它大概的位置 我们只能这样子的 怎么什么样子 怎么这样配合 配合这个面跟这个面相切 OK 还是这个面跟这个面 也要相切 OK 然后呢 然后我们看 还有哪里 转了 怎么让它变速 配合 配合 看一下这边和这边是多少 这边 啊 这边 9.53 这个是8.7 9.53 8.7 除以2 然后配合一下 9.53 减8.7 OK 回车 然后再除以2 0.415 好 接下来我们只要选择它其中的一条线 比如说这条线 我们要跟这个 哎 就上面应该有一个 有的记号来作为它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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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的还是不正的 这里放不了 啊 就这样放吧 就放 反正它这个 弯的 大概才这样放 十只可以啊 如果你不方便搞 因为你在 加工工程中 你不方便弄 你在这里 画一个正的 我在这里编辑一下 零部件 保存 好 我们叫链条 链条 链 链 完成之后 再 等一下 编辑一下 错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在这个编辑 画一个小小的记号 那么在出途的时候 你不用管它啊 在出途的时候呢 我们就 不用管它了 然后呢 我们在配合的时候呢 可以 鱼的变 对它的鱼的变 要怎么看呢 平行啊 这样呢 它就一定是正的 这样子 好 做好了这个之后 哎 其实我们可以 可以想到镜像的方法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 应该是这个面吧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我们这个面 是以这个中心线来作为的面 这个中心线 这个中心线 刚好靠到这个边上 变合式 重合 这样 这样再合适 OK 这样放好 可以 好 我们把它重新起来 关掉它 关掉它之后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链条 选重 再选 选 镜像 镜像的时候呢 选择这个边 你看这位镜像 这样呢 在这边就放好了 我们把这个刚才画在这个样子 好 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这个结构 好 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之后 关掉它 然后我们再插入 链条转动的 这个部分 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来 配合一下 当然 这里没那么长 啊 我们只是画一个这样的 一边长一边短 把它放一边 放起来 好 放在之后 这边呢 因为你考虑到这边是轴层 所以这边 这边要留一点点 好 留0.5 反方向 再进去一点 这样呢 这样呢 你这边就要索罗姆了 啊 也就是说 你这边 要索罗姆 要不要索罗姆 要索罗姆 要索罗姆 我索罗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再倾向一下 作为一个参考 记者面 这个是94对不对 插入配合一下 插入参考记者面 然后再点这个边 到这边 到这个终点 从这94除以2的 反转 插入进来之后 再把这个79面 这些 这些 像 这样 只有在这边 做一个滑动的 一个 一个部分 好 如果我们把 这个呢 这个固定键 我们把 零部件 属性 显得柔性 啊 确定 把它看一下啊 显得柔性之后 那么你这个 往下来的时候 它也不能往灯火 这个不能作为柔性了 因为它是固定键 你作为柔性 那就可以了 固定锁了 你可以把这个气缸 分开 进行装配 然后呢 再把圣哥球 轴承放进去 圣哥球轴承 我们在这里 插入一个 应该是 62063062 好的 我们在这里 关键先键 我们在这里 这样 点击这个 然后呢 在这里 显得 轴承 轴承 显得 深沟球轴承 轴承 轴承 也有些 生存零件 生存零件 在这里 显得 系列大号 3062 就是这种 我们显示国标呢 怎么叫NU啊 是国标 看一下 OK 好吧 这个呢 我们把这个 保存一下 保存到我们的 遗憾 遗憾 2016 名字 名字 就 不关掉 好 然后我们 不关掉它的时候呢 这里找的时候 就很好找 啊 就直接这种 这个 如果说你关掉它 你要文件打开 它就慢慢找 那就很麻烦 好 配合的时候呢 可以让 啊 这个边 把这个边 配合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边 把这个边 这样 好 同样呢 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 把这个轴承 然后 配合 这边 到这边 这样做好之后 我们把两个轴针 又倾向一下 其实 没必要这样的倾向 我们把这个倾向 塞掉 哎 怎么会 怎么塞掉的倾向 还会 转转转转 转转 哦 不是这样的倾向 是把这个倾向的附件 打开 应该 应该是在 倾向的体力面 把这个倾向塞了 把这个塞了 应该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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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塞错了 对象 就是 从这个里面 配合的时候 搞错了 啊 啊 然后 这个放过来 然后 这个 哇 靠 不保身啊 不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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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搞 就是你把这个 再倾向过来 他也会这样子 好了 这样 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重新装配一下 编辑太单 编辑太单 好了 然后再重新再把这个链条再充填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 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关掉它在这边来看一下 特别又配错了 因为我们刚才造成的错误 所以它就先这个东西出来 重新 剩下来 锡钢分量机 然后把这里重新的再 我这里配合强不散掉 剩下之后就薄通了 这个不用说 大家再知道 哎呀 然后呢 我们再把 如果这两个直线周辰 现象过去 剩下之后 这个有个直线面 直线面还没出来 我把它把它拍到 这两个直线面 就这样 锡钢分量 然后再 最后再把它拍到 锡钢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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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